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在灌溉整个大台北平原的西半部 刚刚说的刘公正是在灌溉大台北的东半部 这里既然具备有这么好的一个自然生态 我们应该让民众知道 那我们要怎么维护呢 就算没有导览老师 民众QR Code就可以看到 甚至做一些解缩牌 让民众来这边他就可以知道说 物理缺菌的由来 酒变头在哪里 寻击在哪里 这就是大学里的特色啊 对不对 欢迎大家来大学 一个岔路 两个门牌 相同年份的水准遗迹 却有不同的际遇对待 未来想要再现柳公郡 或城市水路痕迹 应该是值得整体思考与规划的议题 寻防水准的遗迹 是佩博公民新闻平台 特别为公民记者举办的 踹拍活动 鼓励用镜头报道分享在地议题 并且彼此交流 精进影音的报道功力 踹拍活动 在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 古物理卸准所在地热闹的开场了 吸引着近百位的公民记者们参与 踹拍活动是英文踹拍的译音 召集公民记者一起动起来的活动 进行实作社区新闻访谈 用影音说故事的活动 简单的说是一种集体的在职训面 从七年前有被踹拍以来 我到今天为止一共参加了39场 39场 我觉得说我们民众一定要有一些公共参与 而参加踹拍是非常好的一个公民参与 那我是觉得这个踹拍活动 除了我们自己公民记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外 还有我们公民记者之间的互相的交流交朋友 我是觉得这个画面不要晃动非常重要 我以前的拍的我觉得说觉得不错不错 现在一看到以前的照片以前的影片 哇怎么晃得那么严重 根本就看不下去了 就表示说我们还是一直在进步 用实际行动来尝试 来踹拍 让每个生命故事都能完美的被记录下来 优质的新闻就从你我踹拍的实作开始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